歡迎收看休斯頓論壇 今天是我們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第一次的播出 那我想上個星期二的這個選舉結果 可以說是跌破了很多人眼鏡 也不只是跌破美國民眾的眼鏡 跌破全世界的眼鏡 所以說我們今天來跟我們的李堅強 我們的好朋友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那當然這個馬上下個星期就是進入了Fans Giving 那麼整個美國的這個假期就開始了 那麼也就是購物的熱潮 但是在這個假期期間 可以說是瀟小竊道 活躍猖獗的一個時候 那我們根據以往的節目 我們每年到這個時候 都會要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們提醒一下 假期的安全問題 那麼同時現在在我們社區裡頭 有越來越多的華人擁有槍枝 為了要自保 因為這個中國城附近的這個治安 讓很多人都很擔心 所以我們今天到底這個用槍要怎麼樣用才是適當的用法 同時又不會讓自己惹上法律上的麻煩 今天我們也特別邀請到了休斯頓警察局 我們的好朋友王德勝警官到我們現場來 他今天也帶了好幾把槍來現場跟大家示範 怎麼樣子的用槍時機才是正確的 王警官 Ped你好 你好 那我想在談這個假期安全之前 我想先跟這個Ped我們講一講 這個選舉 我看你從上個星期二這個結果出來 到現在都還驚魂未定 你談談看這個這次選舉的結果 你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這次選舉是出乎很多人的預告 當然這民調也一直十多天二十多天都在說是希拉利是領先的 然後這個整個美國的主流媒體啊 90%以上主流媒體 甚至很多的那個出版物都公開宣稱支持希拉利 就是大家這個心理上的準備啊 幾乎是一面倒對不對 就是一面倒 心理上準備就說希拉利要當選的啊 所以說這個結果包括其實這個結果 對於川普團隊來說也是個吃驚 甚至於他自己的團隊都認為自己不見得會當選 沒錯沒錯 他有些那個文宣材料裡面就透露出好像如果是希拉利當選 我們在那個參議院和眾議院能不能保持多數的制衡 甚至說是這樣的話 他們自己都沒有想到 所以可以說是美國選舉 總統選舉這幾十年來的一個是 最大的一個令人吃進的一個事情 從頭到尾他雖然希拉利是領先的 但是從頭到尾他都沒有過半 對 也就是說呢 而且他領先跟這個川普領先的幅度啊 都在所謂統計學的這個誤差範圍內 對 基本上就是在3%啊2%啊 對 也就是說在這3%2%裡頭再加上沒有表態的 或者是說找不到的這些人 起碼在中間10到15% 對 最終呢 最後這些人呢來做了一個關鍵的影響 對 而且再加上美國的這種選舉人制度 對 選舉人制度 其實那個民調還是比較反映現實的 是 因為從結果來說 你的希拉利拿了大概相當於70多萬張票 比川普 對吧 是比他要多 所以如果說你選 從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 那個 民調和實際的 途選總人數的票的話 希拉利是比較多的 是 是多的 對 多到70多萬 現在還在還在數 可能還要超過80萬張選票 嗯 所以從那個時候說 那個那個 民調並沒有完全是實證 是 但問題是說 他為什麼會輸 當然有一些個別的一些那個選票 那個選民的那個意思啊 沒有表露出來 但最根本原因就是說 這美國社會啊在中西部 在北部 靠近五大湖 比起對吧 包括南部啊 佛羅里達州也有 有一批這樣的人啊 因為他過去的八年中 他就他沒有得到 他應該得到的一些那個 比如說收入上的提高 感覺上被忽視了 感覺上被忽視了對吧 所以有一種厭氣在這裡面 但是我們這樣說 就是說即使不是歐巴馬做總統 即使是過去的八年 是一個共和黨人做總統的話 是不是這批人的那個利益 能夠得到那個考慮 估計很難說 為什麼 因為美國是已經進入了後工業化 時代 後工業化時代 就是說以前工業化時代 一些那個 比如說製造業啊 肯定是要淘汰出美國的 對吧 就像剛才說 中國大陸一些製造業 都開始淘汰到柬埔寨啊 印度尼西亞這些 比較低收入的國家裡面去 所以你要把這個工作 再拉回美國是不可能的 所以說這部分人的那個 就是抱怨啊 不見不完全是那個歐巴馬的問題 實際上就是時代潮流的問題 對 對 就是說問你說這部分人怎麼樣 從他們自己的 比如說個人的那個技能方面 跨個台階 所有可以說 這次所有支持的那個 西拉利的主要的部分呢 都是在比如說那個 那個加州 Oregon 還有Washington State 還有紐約 還有紐約 這些是美國高科技的那個 就說明就是說 這個高科技產業這批人呢 他所代表的是一種那個 文化勢力政治勢力 而中西部這部分 比如說被Left out這部分呢 是代表的另外一種勢力 但這部分人呢 終究是慢慢的人數會越來越少 那部分人是會越來越多 就是怎麼樣 歐巴馬這八年沒有把中間這部分人 照顧好 把他推到那個高科技的行業去 這是一個過失 沒有錯 這個呢也正好就是說 川普抓到這個時機 他看準了這樣子的一個時事 因此呢 他將這一部分人的這個怨氣 找到了一個出口 所以在相當程度上 川普能夠當選也是一個這個時事造英雄 對是這樣子 其實美國這個選舉制度的那個設計者 就是那些founding fathers 這些人呢 他們當時就覺得這個選舉的時候 一定不能有這樣一個政治家 政治人物出現 就是能夠鼓噪選民 通過利用他們那些那個 那個怨恨啊 來誇大事實啊 來鼓噪事實啊 成為一個 為什麼 因為這個選舉人的制度 就是做一個一個check 這樣不會說讓這個選舉 讓他們把民眾一鼓噪起來 他得到多數票 然後他就那個上台了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一九三幾年初的希特勒 對吧 他是因為拿到多數票 對吧 用了那個德國人民的那些怨恨嘛 因為一戰結束以後要付賠款 然後經濟也沒有上去 這個設計其實是這樣子來的 但是沒有想到在這次 正好讓他發揮得淋漓之精 沒錯 我們很多人就是說 對於這個相信這個 川普的這次選舉策略啊 將來在很多年以後啊 都會成為這個政治教材 教材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教材素材啦 沒錯 那我們看到這次選舉的結果 雖然Hillary最終 他的這個總得票數 是高於川普的 但是呢 我們看到這個州數啊 可以說是 只要除了 你剛剛講的那個 東西兩岸這十幾個州以外 中間全部都是紅州 對 甚至於很多都翻轉啊 對 比如說像這個Florida 像這個Michigan 對 這些州他們都從這個 遊覽翻紅 我們現在在螢幕上看到 大部分都是紅州 對 那其實這個也反映出了 就是說美國其實是 以州為單位的 對 就是他是一個聯邦制 對 也就是說我常常講 美國的總統選舉非常的辛苦 對 別的國家選舉 是選舉一個國家的選舉 美國總統是選舉 五十個國家的選舉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在五十州裡頭 得到大多數州的認同 對 他才有可能做總統 對 因此在這樣子一個 連酷的考驗當中 再加上這個 國會的制衡 再加上司法的制衡 再加上每四年選一次 實際上這個總統 不管他講話 再度再偏激 他能夠做的事情還是有限的 非常有限 另外就是說那個總統啊 是這樣他 川普講了很多話 比如他現在主打在選舉中 他主打三個口號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對 第一個呢就是說要建牆 build the wall 對吧 第二個叫lock her up 要把它關起來 就是Hillary 把Hillary關起來 第三個呢就是要把那個 污泥沼水啊 那個勾勾 就勾勾挖挖的地方 要把那個爛 輕輕輕輕輕 對吧 現在就是說這三個 估計哪一個都不可能能夠做好 為什麼 比如說那個build the wall 現在開始說不要build the wall了 就要來build the fence了 對不對 這已經開會去的 你把他lock up 對吧 把Hillary lock up 你這只能夠打擊那個政治的對手 這在美國是沒有先例的 對吧 另外第三個 你說要把那個 要把外面的人引進到華盛頓裡面去 把裡面那個 outside 的 inside 的出去 對吧 但你看他現在很多的那個顧問裡面 群體的人裡面 很多就是以前那個 inside 的對吧 他不得不用 他不得不用 所以就是說 你可以選舉中可以說一套 但做的時候 你要受到這個體制的那個自願 就像里根總統1980年選舉說 他說我要跟那個台灣要恢復外交關係 要跟中國大陸斷交 當時北京政府非常緊張啊 上去以後 他在跟中國大陸關係發展上 是發展到最好的 還有克林頓對吧 選舉的時候說 他說我要跟 我不能跟北京的那個屠夫來浪步 他是那個 我在人權上 要北京政府來 在貿易上跟我們做浪步 嘿 他上台以後 你看沒有 貿易跟人權脫鉤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 選舉的時候的一個策略 跟選舉以後總統的作為 這其實我們要分開來看 沒錯 那當然川普現在這次當選以後 可能美國選舉史上沒有過說 選完以後還有這麼大的紛擾 現在在全美各州 包括我們德州的很多城市 Austin、Houston 都有這種抗議的活動 這可以說是 所以川普現在面臨的最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在選舉之中所造成的這種 社會分裂的情況 他要怎麼樣子在當選以後能夠彌合 那當然第二個從實際上來說 他因為就像你講他是一個奧塞德 從外面體制進來 現在官司他要這個 他要任命的這些官員就有四千個位置 這四千個位置他要怎麼樣子來處理 我相信現在是他很頭痛的問題 因為到就任實際上只剩下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嚴格講是五千多個位置 五千三百多個位置 這裡面當然很多的主要的一些位置 比如說國務卿 國防部長 還有駐聯合國大使 中國大使這次最主要的位置 都是要那個參議院認可 要認可的 因為有參議院要confirm 參議院要認可的話 所以呢 這樣他就說他個人意志是沒辦法了 你比如說今天他開始跟那個 Mit Romney的談話 對吧 這兩個人是以前 在進行中是死對頭 是沒錯 不想看不上 為什麼他必須要低下頭 跟Romney的談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隨便選一個人 比如說做國務卿的話 國會過不去 國會過不去 對 所以這個也是美國民主制度可貴的地方 對 就是你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不管你把他塑造成多大的英雄強人 到了國會面前 在國會面前等於就是面對老百姓 他這個體制 他必須低頭 對 他這個體制不可能出現一個獨裁者 是 因為他有三權分立 對吧 有國會有那個司法 所以說呢 經常我們也經常說 就是川普雖然很多人很討厭他 比如他講一些種族方面的話 那個很過激的話 另外他也沒有什麼經驗 但其實他選上以後 大家可以放心 因為這是個體制性的東西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他的態度在改變 沒錯 從一開始這個在當選之夜 他稱讚這個Hillary 到他見了這個歐巴馬說他是個好人 然後跟目前最近幾天 跟這個Tek Cruz 跟黨內的一些過去跟他死對頭一個一個見面 我們就知道 其實他已經在做調整了 對 這風頭已經跟他磨得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 所以說這個就是民主的可貴 他也知道說今天沒有錯他當選 但是實際上這個國家有一半的人不支持他的 所以他要怎麼樣子去 多一半人 對 要怎麼樣子能夠拉攏這一半人明星是很重要的 但當然他在選舉的時候 很重要一點他在選舉的時候開出來支票 我們必須看一看 我覺得目前我覺得就像你講他能夠做的事情不多 但是我覺得有幾件事情倒是可以馬上做 第一個就是政府機構的這種裁檢 這個美國政府現在確實有腐爛的情況 那也就是說他這個美國政府的結構 這個組織分配是有問題的 很多結構是籠原 很多機構 比如說這個像我們私人企業 往往是一個人當十個人用 有些這個公務機構是十個人當一個人用 可是在另一方面呢 這個維持社會治安 像我們汪警官這邊 他們警察常常在缺人 也所以說這些錢呢 這些機構裡頭的籠原 浪費了這個國家的資源 卻又沒有很好的分配 我覺得這他可以做 那第二個呢 他強調的這個要把美國的這個基礎建設 要把它做好 我覺得這一點他必須要去做的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像我前一陣子到紐約去你看 紐約這個橋啊 路啊 這個可以說是破爛 好像第三國家一樣 真的是需要修補 不過在這一部分呢 到底有沒有那麼多錢 這個是他必須要考慮的 當然他在這個政選中很重要一點 等一下我們可以講一下 就是這個廢除歐巴馬克爾 那歐巴馬克爾這一部分呢 坦白說從我們做保險業的角度來看 他是一個 他在目前為止看是一個失敗的政策 也就是說他腐爛 他浪費了很多資源 而並沒有達到真正能夠 讓這個健保的制度 或者是說這個健保的品質更好的目的 就舉一個例子 這個前幾天報導說這個加州啊 加州在這個歐巴馬健保裡頭 一年聯邦預算裡頭要補貼的是200億美金 200億美金 也就是說這200億的美金效益 如果能夠重新分配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而今天就算像我們這個 像我們這個休斯頓地區啊 今年明年就很慘 過去呢去年呢有個七八家保險公司 到了明年只剩下三家保險公司了 而基本上這個保費上漲是59% 60% 甚至於有些保費是翻倍 所以說這個就表示說 在這個體制當中呢已經 因為政府的規定 歐巴馬法律的規定的結果 造成了很多規費 參在了這個保險裡頭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大家所付的保險費裡頭 有很多實際上不是在付保險費 而是在付因為政府法令的規定 而造成的額外的負擔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一點 那再來一個可以做的就是說 我相信我這個川普他可能很快會做 就是減稅的部分 那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講就是說 既然川普已經當選了 我們希望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有一些正面的東西 對我們德州來說 對我們德州來說 可能是不錯的一個情況 因為川普基本上對石油業 是比較支持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選民 在選舉的時候 他也有一個排列順序 也就是拿何者為 對他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像我個人 我覺得 這個拚經濟很重要 那同時我也覺得環保也很重要 那在這兩個上頭呢 川普對經濟 我對他比較有信心 但是對環保 他可能會把他破壞了一塌糊塗 那在這兩個張中 我要選哪一個 我相信很多選民 都會面臨這種掙扎 這個是這次 就是說這個選舉 那這次很明顯的就是說 川普確實 就是說激起了大家 這個心中的這個priority 對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美國的人口總得 你從職業方面 從產業方面看 這個新的產業 新高科技產業 新能源產業 它這個發展 你現在提到傳統產業的一個方面 對其實現在世界各國都面臨這個情況 就是說你科技發展得太快 對 所以畢竟有一大群人 而且這個科技發展實際上是帶來財富 對 而這些財富呢 讓這些落後的人 他沒有辦法跟上 也沒辦法抓到 對 所以今天很多貧富的差距 也是因為這個世代交替的問題 所以說今天要怎麼 就像你講 要怎麼樣子把這些 沒有受 沒有接受過這種高科技訓練的這些人 引導上去 但是確實也有很多人年紀大 他也引導不上去 那麼這個時候要怎麼樣子 扶助他們 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 我想這個是 我想不管你是民主黨當選也好 或共和黨當選也好 都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對 是這樣子的 好 那我們廣告休息一下 繼續來做深入的討論